你说带我吃的好吃的 就吃这个啊 我看你现在不是吃得很开心吗 是不是因为看到我 吃任何东西都很美味啊 约了你好几天 都在忙 没办法 因为杨阳走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 有没找到新的助理吗 不过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 听说向俊失踪 把很多烂摊子都丢给你们 我看他应该是别有用心吧 他不是这种人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心理上 不太束缚吧 毕竟他一直以为 背后捣乱的人是你 发现不是我他应该 很失望吧 你们兄弟间 你们一定要一说到对方 就这么刻薄吗 好了 不说他了 看看你的嘴 过来 过来吧 有没有想我 有没有想我 嗯 嗯 电话 还有什么事能比现在的事更重要 可是 仲萌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听 可是我想再请求你 明天我的电影 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宣传 我相信这帮记者会很快找到你 我想求你 可不可以现在是 不要宣布我们分手的孝心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希望 你能看在我们以往的侵犯上 拜托了 谢谢你 钟某 等一下 你们 你们分手了 什么时候啊 年约 может 上个月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你又没问 而且如果我还跟他在一起 对不起 又来纠缠你那样的男人 还值得你去爱吗 可是我真的感觉 很对不起他 感情里哪有什么对和错 只有爱和不爱 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 那我对相军何尚不是呢 你要知道感情是不能够平均分配的 所以我会把我能够给你的都给你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呢 一定还是心存芥蒂 所以一直只是不肯搬过来跟我做对吧 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弥补 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 无头 你要相信我 你已经等了我五年了 不要再犹豫了 我懂你的自尊跟骄傲 但是不适合拿来面对你最在乎的人 我哪有那么虚伪啊 我哪有那么虚伪啊 你没有吗 没有 那你说 说什么呀 说你爱我 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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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